哈喽各位朋友们的老板 今天的视频 我是简安心 我是 女胖胖 然后今天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要带着我的女朋友去吃一顿饭 我就准备在全城都找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贵的一个餐厅 然后带大家去吃 也算带你去吃顿好的 吃的也太好了吧 其实今天这顿饭如果我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我会花上接近2000块钱 对不对 啊 这么多钱啊 走吧 我们直接进去吧 价钱还是挺平价的 有猪大肠吃什么 好像没有 哇 好贵啊 来一个这个 吉尚大鱼拼盘 应该是他们的比较好的菜 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挺建议寿喜烧的 特别有推荐 其实这里面环节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我们就可以直接盘坐在这里 里面的菜也很平价 只不过这一次我们点了一个非常震撼的 照顾到各位观众老爷们 让你们看的爽 还是真的爽 因为经费有限我们就只能够上一个寿喜烧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寿喜烧 一个服务员 就在你的正品面帮你做 哎 感觉是怎么样的 还有我们点一个赤身拼盘 全部都是生的 应该让它加入猪大鱼 看看在这种高级厨师的手上 这个猪大鱼会怎么做 这个拼盘 在这里是上大鱼拼盘 真好是法国的黄玉 加拿大的五单虾 然后这边这个是日本的钓带鱼 建议您配葱花和姜鱼吃哈 在这里是三文鱼 这边这个是刺贝 这个就是我们家特色南起新疆鱼 日本北海道的根四海的 这里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牛油 这些菜就全部是做摄取烧对吧 对 这是这边配的蔬菜 你现在光看的是旅客王的照号 但是现在主人公不见了 所以说暂时邮金安庆来带 先联系他说人去哪 他上个厕所为什么要上这么久的呢 这人不来我都不敢照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等一下这个厕所上的好久好久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品牌 震撼吧 太久了 你打几个电话了 你那手机没信号 来把你的手机品牌给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品牌 千万不要购买这个品牌手机 很垃圾的 这个是A5河流吗那个 哦 A5河流就是流派中最高等级的 这个是河流油 这个是日本的蓝黄鸡蛋 然后搅的时候只能 九油二分之一下 这么讲究吗 对 这么一小碗两百多 裹上蛋液 来一口吃两百 一口下去两百块呢 啥味道 两百多块钱的肉 你就给一句这样的评价吗 太饿了 你上吃后你蒸了多久吗 不吹不黑吧 就这个白菜 马里边我们也有说 所有白菜都要好多 就不到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解决了六百块钱 像我们吃两个米其妮一样 一口几百块 主要是热了 什么都好吃 这些蔬菜配合上 灶烧酱汁 真的讲实话 这是我们也有说最好吃的蔬菜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蔬菜 寿命两川蜜瓜 这个是刚到日本 公运过来的 日本金港 白云蜜瓜 哦 这个蜜瓜要是卖的话 多少钱一片啊 一块大概六十八 我忘了 我们他们化味了 没有那么深 也没有很深 这个吃完之后 就是轮到我们的重头戏了 当当当当 吃神变盘 首先 我一定要先搞的是 一个虾 摇晃芥末 嗯 很Q弹 很软 很嫩 有点像糯米 黑的南角 吃不习惯这个 好肥美啊看着 好吃吗 口感好奇怪 吃一下这个 海螺 生蚝 又咸又腥 先喝一口他这个汤 搞不懂我为什么这些有钱 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不要一口生吃这个生蚝 不过我吹着大口 来就这吃的味 看这表情 就是明显 觉得生蚝不好吃的人 我刚刚要不是因为它太贵了 我就把它吐了 来 三文鱼 这个三文鱼是已经切好的 它的这个肉切得非常的厚实 敢切得这么厚实的三文鱼 就一定是真的 欣赏不来 欣赏不来 当你真的开始嚼的时候 也不是鱼腥味吧 就是有一点腥 然后但是腥里面还带着有一点点香 总结一句话 我不喜欢 来继续我们下一道菜 这个我也忘了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再一口 很贵 吞下去吞下去 下一道菜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你吃到的话你要配上一片紫菜 然后把它包裹住 卷起来 我觉得紫菜对比这个好吃 现在你也是一只山猪过 好腥啊 我真的记住不了那种腥味 山猪吃来吸汤 山猪吃来吸汤 给我们就对这件事吧 就是裹着紫菜吃了 为什么这么做的一股腥味 来下一个 这里面并不是生蚤 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应该是一口直接吞的吧 SAV 怎么你都不想尝试啊 你都 有事我都搞不懂 为什么这些有钱人 它们口味就这么不一样 还是在于我们自己 平常根本就不吃日料 那 sexuality 突然下来吃这个日料 就会感觉到 很不一样的感觉 我平时吃的都是熟的 但是这个生儿就一直半会儿 有点不能直接说 这个是啥呀 这日本的海拔 た是什么 你喜欢吃海淡吗 哦 我吃不了生吧 哈哈哈哈 哦 这个 头牌 绝对 不够评价 看我表情 一眼难尽 来吃海苔 感觉比外面买的海苔要好吃一些 为什么两个人花了一千多在这吃饭 只吃海苔 不吃菜 你吃饭都给你了 我现在被这个海淡弄了一点食欲都没了 把这三个鱼打到我给不如去吃吧 真是很豪华 很色色的 这大吉百块钱的东西 人不如哥 那么今天我请你吃的这份饭 你觉得怎么样 这么贵的饭 这应该是整个旅客房张网里面 有史以来最不贵的一顿饭了吧 感觉从天上掉到的记忆 讲实话吧 就很多时候 比如吃一些很贵的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并没有很多 街边小费 大家好吃 今天的这一道菜 其实我自己还是上网查查 其实真的是食材比较贵 符不符合你的口味 就完全不要了 我相信我们两个的口味 就是大部分的口味了 就说这就是今天视频的结论了 人不如哥现场